第五名會是誰呢 妳 這好確的名會 壯壯 壯壯所歸啦 西班牙 看什麼 西班牙還蠻喜歡看足球賽的 有時候還會邊開車邊聽 有時候 而且有時候有現場的話 還會提到進場 他們就是 比較熱情火辣 然後可能在交朋友的方面 就 比較急一些 比較希望 跟你發展進一步 就是 的關係吧 畢業這次都要等到 國王蓋這樣 然後好像都要上五年才來得到 因為他們感覺生活步調很悠閒 服務生上個餐 然後都要可能二三十分鐘吧 西班牙文 應該是最不急的 最慢的 如果我們 我跟他們講 好 我們兩天全見面 他們應該兩天半來了 因為他們做事效率很慢 然後很懶散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 上班慢慢來 然後 都趕著下班的感覺 做事上班慢慢來 下班都很趕的感覺 是 剛剛有什麼要回應的嗎 佩德羅 有 我覺得你們搞錯了 因為 西班牙人是 可以慢的時候就會最慢 但是要衝的時候 我們是第一個會衝的 就是 像那個 現在全世界最厲害的服裝公司 是哪一個 就是ZARA ZARA是西班牙人的一個公司 然後ZARA的老闆也是全世界最有錢的 然後他們也是每個禮拜 對 全世界最有錢的嗎 全歐洲最有錢 然後全世界好像 第二名最有錢的老闆 就是我的故鄉的 ZARA的老闆 這樣你也要攀關機啊 反正他是每個禮拜 都可以出一個新款的設計 那我好奇 我的故鄉的人 怎麼會那麼快 那... 他是應該好驕傲嗎 很好奇 對,所以我查他們的那個 神場的那個技術 神場的策略 都是交給日本人 一個叫那個福田公司 他們用這個 就是福田汽車公司 日本的 都是即時神場的一個技術 超快的 所以那個服裝公司的對手 沒辦法跟上 代表西班牙人是不需要擠 因為要主持的部分 就交給別的國家 如果交給西班牙的話 可能現在他就不是全世界第二名了 對 因為就會太慢了 可能那一年才出一套 對 那你在西班牙的境內 大家去西班牙 覺得西班牙到底是快還慢嗎 我要知道他們真的是第六名耶 蛤 對 第四名 我們在法國會說 你去越南部 他們越慢 像我們這南法的人 比北部的人慢 那西班牙比南法的人好慢 那葡萄牙更慢 葡萄牙 是西部啊 這也是 還是還OK啊 所以他就是在說 你最慢 對 他們慢到 他們的守候方式都有延遲啊 他們這午站是大概下午兩點 對 這晚站是晚上十點 這不是很慢嗎 是你到西班牙的時候 還是跟其他的西班牙人 就是相處的時候 你感覺不到他們會快做事 我跟你們說 他們是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國家 會有午睡這個概念 比如說你們去上班的時候 只有中午就睡著了 就整個這樣 我覺得這個 他有午睡的地方啊 對不對 他有午睡的地方 對啊 這看起來很像百貨公司賣愛摩椅的那個 對 對 然後 那是什麼意思這一句 完美的五歲 對 我在台南上中文課的時候 我有一個西班牙的同事 然後剛到上學的時候都看不到他 我們等四分鐘 以後他也不在 然後之後老師已經放棄了 他在 他在很輕鬆的很 很慢進去我們的教室 然後就 我們快要下課 他來台灣也這樣 就說他到的時候他們快下課 對啊 他說老師放棄了他才來 蛤 他來台灣也這樣子 好 這個是對的 你們都說中了我 對什麼 這是對的 你們都說中了我們文化的一些重點 Siesta Fiesta 就睡覺Party遲到 沒錯 其實你們看不到的是我們心理痕跡 因為我們每天把 就是每天當作世界末日當作過日子 因為我們的國家快要倒了嘛 然後我們都沒有工作 沒有辦法買房子 所以我們就是很急 趁現在我們社會福利還在 就馬上去那個 像老人每天去看醫生 因為可能下個月就沒有 沒有醫院了 然後 年輕人就 很急的再等父母死掉 才有結婚 到底 這是現實 這是現實 我們心態是很急的 好變態 我們最急 南發的人跟西班牌我們對那種 滿滿的生活 還滿驕傲的 所以他們就是素蘭界的表情 對啊 表弟嘛 好的 第四名會是誰呢 好 再來我們來看 德國會嗎 德國其實也滿爛的 喔 看一下VCR 德國很熟識 然後如果約兩點的話 超過一分鐘他都不能等 因為我有一個德國朋友 沒有說誰啦 那個人也很奇怪 比如說他想做什麼事情 開始說 怎麼怎麼辦 好 馬上馬上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好不好 下個禮拜 然後到了現在 這個去本不好 但是我現在想拍 但是去本不好 就不拍了 但是沒有計畫 德國 一個機場蓋十年還蓋不好 聽說是 德國網路超滿 然後因為就是搞不好 現在鄉下的地方還是 2G網路超滿 台灣的話 就是開戶可能 只需要花半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如果你在德國的話 德國可能要花上 一到兩週的時間 為什麼德國好像跟我印象中 都不是太一樣 我覺得德國好快耶 對啊 它不是一個很精準的地方 對啊 其實不是 因為有一些東西真的很慢 比方說 他說的那個機場 他還沒改好的 是因為 遵守規定 所以 這種規定 讓我們比較慢 因為規定太多 守規矩 以導致他們可能沒辦法 就是偷加工啦 我辦我的駕照 快應該三個禮拜 也快一個月耶 台灣駕照 是多久啊 馬上 就考完你馬上就領啊 不過你要帶照片什麼 考完馬上就領啊 所以他們是 考完要三個禮拜 就是要去那邊 給他們 我的那個 然後等很久 像我哥常出差去德國 他說德國人做事慢 是因為 你不能打擾他 他要慢條絲理的 把一件事情做到好 所以他向他去辦一些公文 他就會發現大家 而且排隊的人也都很安靜 排隊的人也不會吵著想要 像法國插隊這樣子 因為呢 公務人員也就是慢慢的做 然後呢 後來我在台灣 我遇過一個德國人 他跟我講一件 一個例子 他說德國人的慢是這樣子的 他們喜歡享受那種 慢慢等待的感覺 比如說 他今天看中了一個 一個很漂亮的杯組 他們那杯組不是有杯子 有小碟子嗎 他可能一組有十幾個杯子 或是很多餐具什麼的 茶壺 他說他就買了兩個杯子回家 因為這兩個杯子他就放著 他要慢慢蒐集其他的 這個享受中間的過程 比如說接下來 可能是什麼節日 他說 他們都會告訴大家說 因為我喜歡這個杯子 如果你想要買禮物送我 你送我這個 然後他就說 他就這樣慢慢蒐集 慢慢蒐集 他可能一套杯子要兩年的時間 才蒐集到 兩年 對 那如果這杯子已經 就是其他被買完了呢 所以他可能會有先講 或者是他是一個很棒的牌子 可能還是會繼續升級 那個牌子也要開得很久耶 命要夠長 對啊 不然的話你應該就快倒了 真的 因為我聽他們講 他說蓋房子也是 他可能 你今天房子蓋好了之後 可能某一間地下室或是臥室 其實都還沒裝潢 他可以慢慢弄 我是想要棒一下那個法國講話 因為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一個學者 所以我去查了那個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個 為什麼他這樣講會想笑 的一個圖表 對 這個圖表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實 就是 雖然法國一直在罷工 然後推動那個工作的時間 越短 越好的政策 然後德國是用那個很勤勞 效率很好的國家 其實我發現 德國的工作時間一直比法國短 厲害 你講了一大堆 就是要講這個是嗎 那你花錢做那珍珠版 為了就是要講這個嗎 要講 德國其實工作的時間 比西班牙比法國還有短 你這樣講完 不用拿珍珠版 我們也聽得懂啊 對啊 因為我是知識分子 OK 我聽之前都會做分子 他是學者 他是學者 無聊分子 要拿出正句嗎 第三名 德國、西班牙、法國 目前都是我們覺得 要進入前三名囉 沒什麼的 第三名 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在中間我滿輕量 因為他們不是就很沒耐性嗎 是 我用心說 現在去報告 這樣 開始 兩年 在座績 中間 從teen 十多 還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